大家好 我是艾叔藏的田园 然后这两天确实也跑了好多地方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还在过年期间 就是很多的这个同行啊 包括这个一线的大哥都没有上班 也没有咋收获啊 就是买不着东西 只能从同行那儿串串 或者从国外可能倒一点火去买买 刚坐这儿 刚刚坐这儿 其实我正刚才正在录段子 那个段录一半就作废了 来了一对这个夫妇啊 也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大姐 然后大姐就问我 你收东西吗 我说那收啥东西 他说瓷器 老瓷器 我说这好事对吧 坐这儿正愁着收不到货 这货就来了 我说您让我看看吧 他把他那个包打开 先拿了一个盒子 盒子里边放了一个斗笠碗 是松竹梅的款 是永乐粘制的四字转输碗 假的 新的 我说这东西我不收 然后他说那你看 后边这几件 有一个这个胡田窑的一个斗笠碗 大概就是这胡田窑斗笠碗 这个是什么龙的碗 我说我不收 他说你为什么不收 我说我一开始就跟人说 我说这东西我不喜欢 他说这不老吗 咱还不好意思直接说 我就说那我不喜欢这种东西 他说那我还有 狂狂又淘了好几件 我说大哥使者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不老 大哥说这为什么不老 这都是倒带的东西 我说您听我说它不老 我说我是干这个的 如果老 那我 你那都是高路份的东西 我多多少少能给你出口价 对吧 你说我出不起十万 那我出一万 我总能出得起 对吧 那我连一万我都不想出 连五千都不想出 那这东西您要说我不识货 那我确实是挺无语的 但是 那东西十个八个人都这么说 你就要想想会啥了 大哥就把他那个口罩摘下 就在那跟我聊天 说都是早年收藏的 说家里还有 然后我说那您让我看看吧 对吧 我也就是今天刚好坐这儿 没事 录视频就被您打断了 那我也就看看您的藏品 万一里边有那么一件万个样的 喜字罐展示莲我能买 对吧 大哥一打开那 哦 哎呦 都是对的话 真的是得要好多钱的东西 那我说那您有没有谱一点的 没有不喜欢 然后就跟大哥聊了一会儿 大哥就问我为什么不对 说你是怎么看的 我说这东西一句两句话咋说得清呢 我说这东西 你说干了这么多年了 那就是天天看见多了你也就明白了 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你 你那个为手术啊 就是那倒油那个老头 对吧 你一开始拿那个油壶 往那个铜钱的那个口往下倒 那肯定会洒 十年八年 不用十年八年 对吧 三五个月 你应该往下倒 都不会不会见到那个旁边了 这是一个你见多了的问题 再一个大哥就说那怎么去学啊 怎么去看 我心想我这 这大哥怎么就转变这么快 也可能是 大哥可能碰壁太多次了 因为没有人给他说这么多 大家都比较隐晦 或者都 都就是 打发走得了 我话比较多 我就说我说你多看吧 你去多看老物件 别这个 看的太高啊 你眼里边全都是永乐宣德 圆青花是吧 这种东西 然后你 你觉得这个 普品啊什么也都看不上 大哥拿着我那碗锅说 这就是老普餐吧 我说这东西还真算不上老普餐 他要算也得算个精彩 你知道吗 一个康熙的画娃娃的斗笠碗 我说是老普餐 可想心情有多高啊 对吧 我说你去多看 然后你也别买吧 然后你要是真喜欢官窑呢 你去多看看这个故宫的那些个官窑的藏品 对吧 你去这一个 看看真品去拍卖会 多去转转上上手 如果你喜欢这些民谣的 你就多跟这些个行家 或者多个一些圈内的 玩老货的人士 你去多聊 然后在他那里 你也可以上手嘛 我相信我们这些做老货的 开店的 没有说谁到店里边 不然上手对吧 你注意别给磕了碰了 就完了 随便上手 对吧 你去聊聊多了 你心里等你大概有个数的时候 你想出手再买 这是不是比较的合理啊 哎大哥表示认同啊 也就是沟通了一阵的大哥也就走了 其实嗯 我开店在这个地方碰到这种来送货 问你要不要的这个藏友很多了 我真正能做成买卖的一个巴掌用不完 买不到东西 嗯你说那些个藏友吧 他拿的都是那种特别大的估计吧 有的都是易造的 你根本看不懂是啥的 但是他心中还是很坚定 这是对的 但是当他开始去市场问 这东西对不对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动摇了 我认为肯定是已经动摇了 不然我放家里边 你哎咱怎么着怎么着的 沧海桑田的我也觉得他是对的 对吧 放一万年之后呢 正要是 对吧 不知道哪个时代的这个化石 但是藏友开始出来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大家其实真的可以不妨试一试 你去到这些古玩市场到这些做老货的这些个行家 还是这些个这些个商家的地方去你问他收不收就很简单 虽然我今天也被问了 但是我肯定不收 你就算问到一个做 就是他心里有数 他是个做老货的 他也不会收 因为你买那个价格他收不了 举个例子 那大哥拿这么大一个那个松竹妹的斗笠碗 就这么大 用了年制 大哥做过说他花了五千五买的 如果是个就是卖工艺品的 或者就准备就是忽悠人的老板 你问他五千五你给他打对这他都不要 他如果用他的渠道去买那东西超不过五百块钱 三百块钱可能他都用不了 他就买了 他为什么要花几千块买你一个 他最多再给你戴戴高帽子 这个东西很好 但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就不要 让你继续在这边迷着 可是如果你碰到这种真的做老货的 脾气不好的 我也不要 不说 那会儿像我这样闲着没事的 我就会给你唠两句 我说确实不对 就碰到这么个事吧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也希望各位藏友 你新老是第一要素 我们如果玩收藏 不管是瓷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新老是第一要素 尤其 就新老 你新老这都关都过不去 你后边谈什么呀 对吧 你什么给我说那些 你看这个气象多么美 对吧 多么好看 留一码事 更有一些藏会说我玩的高兴 高兴就行 那你高兴就好 那你还跟人掰扯 新老干什么 你爱买什么买什么 对吧 你买个玻璃的也高兴 对吧 事就这么个事啊 OK 我是爱收藏的田园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 咱多个频道交流啊 有什么需要给我藏的 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